英雄联盟手游新版本中 藏品页面与其中的收藏家系统获得了扩展更新 当有新的收集奖励和可领取的收集奖励时 点击藏品按钮即可调整至收藏家页签 收藏家主页色系与布局上与游戏整体界面色系保持一致 收藏室内显示了召唤师的收藏排行榜名次 并可以快捷检视藏品数量 版本新品 收藏指南 皮肤画廊等板块 各种展品信息一目了然 增加版本收藏进度条与新品上架提示 方便收藏爱好者了解收集进度与最新藏品动态 版本图鉴叶签将应用暗影岛主题视觉包装 版本图鉴内的具体分类包括皮肤 剧情 英雄 个性化藏品与守护灵 右上角新增版本图鉴收集总览按钮 点开后能查看历史版本图鉴的进度和信息 下拉时便为回到顶部按钮 破败之咒 卡丽斯塔的远行玩法结束后 剧情内容将收集在版本图鉴剧情下 该界面将展示召唤师的剧情收集实时进度 点击阅读按钮 召唤师即可打开剧情章节列表进行预览 英雄联盟手游全新版本上线 各位召唤师赶紧将心仪的藏品 与难忘的剧情回忆收入囊中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